你剛剛在這裡 比如說我剛剛先call的 如果來自這裡的 這位的 那我就把它 根據他做篩選 好那他到底要是 屬於什麼 拿一個標籤的有沒有發現在這裡就可以指定了 反正誰寄來的還是有哪個關鍵字的 你可以自己設定篩選條件他就自動賣桌分類 那在這裡呢 還有一個其實蠻建議各位的你可以做的就是 如果真的比較重要的也可以透過這個信號 信號來做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輕輕用久的你會怎樣 滿天新 真的 新上代表重要嘛對不對 但是呢 所以其實偶爾用一下可以那如果說你真的要 分很多的你可以看這裡有沒有一個 宜家信號的這樣也可以篩選 這是最簡單的假設你不用標 所謂的那個標籤的話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那其實還有一個方式你們可能比較少特別去用的 就是在這裡 這個 事實上 那個郵件的 這個 設定裡面啊 我們可以檢視 有一個檢視 在哪裡 檢視 我等一下找一下那個位置好了 因為你會發現我的跟你不一樣 我先給你看一下那個畫面 那這個我先不錄 好這邊我找到了 來 您進到設定裡面有一個 收件夾 您看這邊 收件夾類型預設的 是像這樣 那你可以選擇就是 優先顯示重要郵件 這個 這樣的話呢 當你用了這個之後 你可以看到 我先把它儲存 你看我們左手邊 進到左肩夾 有沒有發現兩個不一樣 有沒有跑出來了 但是這個郵面要學習 什麼叫要學習 因為 你比較常往來的 而且有把他什麼 比如說 這個我比較常往來 我現在是不是弄起來 點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跳上來了 好 你要告訴他哪些是你比較常聯絡的 你認為比較重要的 那他 經過一段時間學習 他慢慢的就會把重要的 自動軌到這邊 那如果萬里像這樣 進來還沒有 社會重要的 就在這邊勾起來 就自己手動把他勾就對了 那以後呢 你就都會看到 重要的會先出來 比較一些 屬於促銷的啦 或什麼就不用了嘛 對不對 這樣你沒有了解的 所以像他以前 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有兩個不一樣 一個 有沒有發現一個叫 設定收件夾 一個是在設定這裡 因為這個是後來來推出的 所以他把它弄在這邊 那這個指的就是我們剛剛所看到這個 你看上面這一塊 有沒有 這個 這個只能設這裡而已 只能設在這邊 那其實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這個 比較不是那麼好用 那我比較喜歡用他原本的方式 所以通常我都只留下 這樣子 然後再透過我們剛剛的 設定裡面的 收件夾 來這邊做 改變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可以自己選擇 就是 我要顯示的 重要的 我想要顯示多少 這個都可以自己 自己決定 自己決定 一夜看到多少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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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